他是一個初學佛者 關於過午不時 是基於對眾生的慈悲心 但是如果用餐之前先供養三寶 是否仍需要過午不時 我想供養三寶是 早期和中途都要共用 晚上不供養三寶 除非你是做私事 如果你是為了要軌道 那我先替你們供養 那可以 但是如果你不能做到過午不時也沒關係 因為大乘他講的是利他為主 這個過午不時只是對自己出離心的障礙 因為你如果暗時老家 你有這個愛軟心 就不容易得到解脫 所以我們現在大乘的標準做法是 出家人不見得都過午不時 只有少數而已 一般我們都是出家一兩年過午不時 但是每天晚上私食是必定要做的 而且私食是在被家禁警的限期私食 私完食了等於這些軌道都有得吃了 那你雖然做不到過午不時 至少有慚愧心 就這個意思 所以就算六災日 你現在說一個月也是 我六天六災日 你真的做不到過午不時 至少那天你掌握這個精神 我們能夠把戒律守好 雖然這一點做不到過午不時 但是當天晚上多去超度 多迴向 這樣也可以 但是千萬不要因為說 歐勒包多過午不時 我就乾脆不要手把關在這 那就錯了 因為大乘的精神是以利他為主 解脫道的精神是我自己不能犯戒 只不過有時候我去泰國緬甸 我都盡量躲起來吃 或是過午不時 因為當地的老百姓很奇怪 那出家人你怎麼再吃 他就覺得你不是出家人 甚至其他出家人會看不起你 所以這要看看當時候的情況 這個比較重要 好